一般大家都會說 結辯是最重要的靈魂核心 主任只看這兩個人 最後的兩分鐘結辯 我覺得沒有上一場 他們兩個背後老闆的精彩 怎麼說 可以讓我們回味一下 當時是怎麼樣 有川普在的地方 就會罵人 炮火事實 賀錦麗 檢察官出身的 話都講得很精簡 但是絕對創造要害的 但是兩個的結辯 你看France還是回到說 我以前的家庭是怎麼樣 我媽是怎麼樣 然後Walt要說 他自己出身是那個樣的狀況 也是來的東西 這等於說 因為這兩個人還是都是生死 所以就沒有真的惡言相向 然後把話講得很難聽 或者是說 見到你的弱點之後 就一路猛攻窮追猛打 這件事情看不到 所以節辯上變得也就比較平淡一點 大家把自己準備好的願景也說出來 然後把自己代表了什麼也講清楚 對啦 就跟以前的辯論很不一樣 我們既然記在找到 兩家庭的身邊 我們就是麻煩都統治活動 先到達確認 在另一家庭的身份 oss複製